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3月19日星期五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少少東西想作一個澄清 因為我見到有部分益友留言 昨天你有兩節節目在室內做的 你的屋子的背景很漂亮 實情背景就是 我去日本長期旅遊的時候 拍下來的 是世界文化遺產的景點之一 不是我家 我家哪個樹這麼漂亮才行 現在我還是背景用爛鬼綠幕 不過背景的照片都是我拍的 不是我家 作一個簡單的澄清 這一節我們會講講 關於整頓馬雲的情況 似乎停不了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大陸方面 想阿里巴巴集團做到雙撤割 撤什麼呢 第一就是撤割和馬雲的關係 拉遠和馬雲的距離 反過來就是要向黨靠攏 第二 就是希望阿里巴巴集團 和他旗下的媒體業務撤割 因為 大陸的宣傳部門就認為 你這個集團 涉足太多跨媒體的業務 就認為 對大陸有所威脅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 不只是阿里巴巴遭到大陸方面的針對 而是有其他的科網巨企 一樣 都是被大陸嫌打的 在這個禮拜初的時候 大陸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就發佈了一份通報 他們就說 總計是有10起的案件 涉及到12家的科網巨企 是違反了反壟斷法第21條的規定 因此針對每家攝氏的科企 是開罰50萬元 總計就是罰款了600萬人民幣 因為12家每家50萬 當然50萬人民幣 對於科網巨企來說 事實上就是九牛一毛 很少錢 問題就是 那個意義就相當重大了 因為現在大陸 就開啟了這道反壟斷法的大門 現在就先一棍吐下去12家公司 罰少許 但我認為這個只不過是一個開頭 肯定那些後續行動就在來頭了 不會說只是罰50萬就收手 而且一利用到反壟斷法 去向科網巨企開刀的時候 亦都會意味著 有可能就是這些科網巨企 它需要分拆一些業務出來 就不能夠像現在那麼大間 所以大陸就根本沒有一家什麽企業 是叫做大到不能倒的 因為唯一不能倒的就叫做共產黨 其他的什麽企業 就算是大到怎樣也好 共產黨它要向你開刀的時候 你也只能夠乖乖地就範 因為當初這些科網巨企 究竟它是怎樣發跡的呢 它正正就是依附著政權 在政權的庇任底下 它才能夠取得現在的市場地位 因為大陸的市場就不是對外開放的 有很多不同的範疇都是 尤其是在科網那裏 它就不需要跟西方直接競爭的 你說阿里巴巴也好 百度也好 它是不需要跟Google競爭 不需要跟Amazon競爭 它是自己跟自己內部競爭的 所以大陸的科網巨企 能夠取得現在的市場地位 能夠累積得到這麽多的財富 在一定程度上來說 其實就是依靠政權賦予給它的 所以到了現在這一刻 如果是叫做要收回的時候 其實政權都是如取如攜的 你有什麽好出聲 對吧 因為這些大陸的科網巨企 當初能夠上位 就是靠封閉的政策 為什麽不是由西方的科網巨企上位 人家早就已經在 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搞的 那為什麽你後期之秀 反而市值還可以去到這麽高呢 所以一講到這些的時候 其實科網巨企哪有話好說 就算你說馬雲那麽意氣風發 當初怎麽走去爲落成哥也好 喂 你沒有的 成哥是靠他自己的實力 當然 你說政權有沒有對他秘任呢 我相信都有 但是不全然是 是靠政權 他自己也付出了很多 是不是 包括他的眼光是很準確 他對於高新科技的投資 而且他又百足這麽多 在全世界 這些東西正正就是你馬雲所欠缺的 你馬雲為什麽不能做到好像成哥那麽 喂 很簡單的嘛 你怎麽發跡的 你怎麽累積那些財富的 那些財富是否完全是你可以指揮得了 那就是很多東西你根本上就沒有辦法跟成哥可以比的 所以早幾年經常有些人走去吹捧馬雲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吹捧是什麽 成哥就是在一個自由市場當中發跡的 那你馬雲是不是呢 大家問自己也知道 所以 你如果要吹捧馬雲的話 那你不如索性吹捧共產黨 是不是呢 馬雲背後那個才是具有真正掌握實權實力的人 那當然我就不是說 你現在看到馬雲被人針對你 你才說這些不是的 我早幾年都已經說成哥一定比他厲害的 只不過在那個時空間裡面來講 馬雲旗下那些東西的市值是叫做高過成哥而已 但是論智慧講實力講眼光始終都是成哥更勝一籌的 當然我經常去讚成哥的時候 有些網友聽完都覺得是不以為言的 不同意 不要緊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和而不同的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到底 這個阿里巴巴集團是怎樣遭到針對 根據這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大陸政府 現在就日益關注那些科網巨企 對於輿論方面的影響 那麼要求呢 阿里巴巴集團要出售他旗下的媒體業務 那麼他有什麼媒體業務呢 比如說阿里巴巴現在就是控制了這個南華早報的 就是全資擁有的 另外中國大陸的媒體叫做第一財經集團 就有接近百分之三十七的股份 另外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就有接近三成的股份 影音平台Bilibili就有百分之六點七的股份 那麼這個俗稱叫做B站 就是等於你當大陸版的YouTube 那麼其實呢 阿里巴巴擁有那麼多東西就已經是跨媒體的了 你又紙媒啦 南華早報啦 又社交平台這個微博啦 又影音平台啦 那麼你涉足那麼多不同的媒體的時候 大陸肯定就會當成為一個威脅 不是說現在馬雲已經利用這些平台對大陸產生了威脅 而是有機會產生威脅 大陸就已經是要防微倒漸的了 用回大陸的術語 即是說消滅於萌芽狀態 就不會讓你繼續這樣下去的 那麼當然啦 現在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賣呢 那就還未曾知道 但是 這個華爾街日報引述的知情人士就說 阿里巴巴現在所提出的計劃呢 都需要經過大陸領導層的批准 那麼而且呢 阿里巴巴就拒絕 就住這件事作出評論的 那麼在一篇聲明裡面呢 阿里巴巴就聲稱自己 只不過是媒體資產的 被動投資者來的 他就強調 集團是不會干預這些媒體的日常工作和編輯決定的 那麼當然說這些東西出來 無非就是為求自保而已 就是說他們沒有影響所謂的編輯自主 但是你跟大陸政府說他信不信才行 凡是大陸政府自己全資擁有的東西 他哪會走去不干預才行 所以他自己做慣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肯定假設你也是會這樣做 那麼當然啦 現在阿里巴巴就說沒有啊 但是大陸政府信不信呢 就另一回事了 除了說要跟這些媒體的業務切割之外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所說 還說 中國大陸的主管機關是考慮 要開出金額破紀錄的罰單 以圖使得阿里巴巴要跟馬雲保持距離 但是跟螞蟻集團相比 阿里巴巴就有望被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因為大陸的主管機關就不希望 激倒一家在中國家傳戶曉 而國際投資者也熟悉的科網巨企 但是前提就是 阿里巴巴要跟這個高調的馬雲劃清界線 而是朝黨的路線來靠攏 我覺得《華爾街日報》這篇報導所說的東西 都是合乎情理的 他是不是在說事實呢 就不知道 因為你要看那個 事情的進展你才會 驗證得到 但是他說這件事就是合乎情理的 大陸要激倒這一家的科企也沒有用 因為 你激倒他 那又如何呢 與其說要去激倒他或者打散他 不如將這家企業收歸國家的影響力底下控制得到他就更好 因為你發展期的時候就已經馬雲那些人去 搞盡腦執 去發展 現在你收成期的時候 政權要伸回有型之手去收割 那你馬雲也沒有他扶的 你也是要被迫配合和接受的啦 跟著我們又說下另一單消息 就是大陸的知名地產商潘石額的兒子潘瑞 就被北京警方發佈了一份通報 要求他要盡快回國接受調查處理 原因就是 他在2020年6月23日 在微博評論區發表一些造謠詆毀英雄烈士的言論 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那麼實情這個潘瑞 我相信 他應該是這一輩子都不會回大陸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網民就找到原來他就不只是說過這些說話的 他在微博上面那個發言 都是相當之積極的 而且說的東西都幾 在大陸的氛圍來說是激進的 他說什麼呢 他就曾經擺過一張截圖上去微博 就串了梁振英 梁振英就說要懸賞港幣100萬元 緝捕在天星碼頭將國旗丟到海中的狂圖 向那些公眾人士誰提供給警方有線索的話 就給錢給他 潘瑞就說 看到你們不斷擦平 他就想問一下有沒有人 是懸賞元朗拿著藤條無差別 襲擊路人的主意呢 這個是直擊香港721事件的 證明到這個潘瑞也有看香港的東西 而且他真的喘得很交關 這樣說 是不是 當然 你說香港人這樣說 當然是 很輕鬆 但是問題就是 他是大陸知名地產商的兒子 是不是 他是犯不著說這些說話 但是他照說的 他可以選擇不說就不說就不會 得罪到政權 但是他偏偏要這樣說 他不是一般人 另外他在4月的時候又說過這些說話 他說穩定不可以建立在謊言之上 萬丈高樓 如果是由謊言做地基的話就照顧 另外他又說解封了 抽實呢 抽實就是在說 陳抽實 又曾經是發佈過一些 圖片出來 就是叮噹裡面的一些截圖 那麼他的圖片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那個小福拿著坦克前面就有個技安 那麼這些就擺明是 喂 很大的意象 就是說六四事件 是不是 因為你坦克的畫面就是 大家都會聯想得到的了 所以就被網民找這些東西出來 喂他原來說過很多這些東西的 不只是說解放軍什麼的 所以我想他 應該不會回大陸 他怎麼回呢 他原來被人找到這麼多東西說出來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